台东基督教医院牙科更新 硬体到软体同步升级 牙科诊间全面更新 诊疗室增加也引进全新牙科设备 而牙医师团队也增添了生力军 并且更名为牙科及植牙中心 带领多位牙医师进驻在东基 提供先进专业的植牙技术 复杂植牙重建 可以不用再到外线市来就医 台东基督教医院牙科更新 硬体到软体同步升级 牙科诊间全面更新 诊疗室增加以及引进全新牙科设备 而牙医师团队也增添生力军 并更名为牙科技植牙中心 而在空间上 为了减少病人看牙的等待时间 并顾及诊心障碍者的救育需求 牙科诊间由4间增加到5间 其中2间仍维持大空间 可以提供轮易进出 以及手术示范教学用 牙科设备升级 全新引进的口腔电脑断层扫描仪 3D口内数位扫描机等多项设备 了解牙齿状况从平面变立体 是帮助医师诊断 以及拟定治疗计划的利器 有助于与病人沟通 有所有的最新的数位仪器 包括3D的电脑断层扫描 台东唯一的一个五轴的数位研磨机 包括了我们口内的扫描器 这是数位的部分 那其他我们还有这个热成型机 希望能够把台东的医疗 牙科的医疗水平 跟台北能够并加齐续 而在牙医师阵容上 在植牙界剖腹社名的段茂奇医师 从台北到台东 带领多名牙科专科医师进驻东基 导入新的治疗技术与观念 除了硬体设备之外 那医疗设备最重要的是人 人力 那我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理念 分享给一些年轻医师 那年轻医师基本上也很认同 这方面的理念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到台东 来到基督教医院 奉献一下他们的这个心力 设备全新升级 带领多位牙医师进驻东基 提供先进专业的植牙技术 而复杂植牙充建 可以不必轴承劳盾 在赴外县市就医 这番续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